如果日本皇后美智子 亲自颁赠日本红十字会 金色有功勋章的 总统府国际顾问蔡雪霓博士 11号下午在台北金华酒店 举行感恩茶会 余会中提到日本皇后美智子 相当好奇 蔡博士不是日本人 为什么会代表日本的冲绳 得到这样的国际性的殊荣 皇后很好奇 你是台湾人吗 我觉得你是流球的代表 为什么台湾人而言 我不是流球人 我是在流球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们感应我给我这个荣誉 我不是流球人 我是中华民国人 而马英九总统 也在下午立刻立临茶会 对国策顾问多年来的付出 马总统也代表台湾人民 向他感谢 尤其是总统在当市长的时候 赛雪宇博士大爱无数的精神 更是让他钦佩 这几十年来 在台湾社会的人 已经超过五十万人 我在87年 立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是在他公文总部 发表我的教育政策的白皮術 市长的千金出格 在圆山饭店举行典礼 他那一天最重要的仪式 不是结婚典礼 而是他捐赠救护车 给台北市立医院 蔡博士接任国策顾问二十年来 全力发展台湾和琉球之间的 营业经济 中华文化 还有推动体育活动 促进观光发展等各项交流 也因此日本这次 把一百三十七年来 从来没给过外国人的 金色有功勋章 颁给了用心经营 台日双边事务的蔡博士 也更让国际性的台湾之光 在天一人 台湾新闻黄以俊 驻台北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